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工系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件配饰系列 波斯菊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法国进口8号垒丝线 搭配24K包金材质配件及进口磁珠 有两种花色可选 全套包含项圈及一对耳环 项圈也可作为手环佩戴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 花朵分为项圈用的大花和耳环用的小花 大花只需要完成花瓣和花蕾两个部分 再固定在项圈上 小花需要另外勾置花蕾并与耳钉连接 接下来我们用小花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十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十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钩针 钩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 拉出 勾一个锁针固定 接着 再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绕线拉出 接下来我们要勾短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放一个记号做标记 这里我用铜丝来做记号 针目就是短针上方V字形的这两根辫子 同时穿过这两根辫子 这样记号就完成了 接着继续勾短针 第一圈一共要完成17个短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短针 我们可以数一下针目 短针上方 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就是一个针目 接着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线圈剩余的部分较短时 可以先将线圈 从勾好的短针当中 拉出来一些 一共有两个线圈 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先火动 先拉紧火动的这个线圈 再拉紧线 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勾针穿过一开始 我们做记号的 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也就是做了记号的这两根辫子 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这里可以先将记号取下 花朵不管大花还是小花 都只有两圈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圈 先勾七个锁针 注意这里演示的是小花 大花大家根据图解来勾针 接着我们要在第五个锁针的 一根辫子上勾短针 也就是勾针往回属第三个锁针 调起一根辫子 勾短针 接着勾针绕线 调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拉出 这是一个中产针 在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再勾一个中产针 接着在余下的两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分别勾一个短针 接着在第一圈的第二个短针 也就是刚才起针 也就是刚才起针引拔后的那个短针 相邻的短针针目上 勾一个引拔针 翻转支片到背面 在刚才花瓣 在刚才花瓣第一行最后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短针针目上 也勾一个短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中长针的针目上 分别勾一个中长针 在最后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 注意这两针是勾在同一个针目中 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翻转支片 接下来我们要勾一个短针并针 在第一个中长针的针目上 勾线拉出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针目上 也勾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线一次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并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中长针的针目上 同样分别勾一个中长针 在剩余的两个短针针目上 分别勾短针 接着在第一圈的下一个短针针目上 引拔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滑板的勾纸 接着从这个位置开始 勾七个锁针 作为下一个滑板的开始 按照这样的方法重复 一共完成八个花瓣 大花的勾支方法基本是一样的 只是帧数略有不同 这里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花瓣 最后一针引拔结束的位置 在第一圈的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最后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预留一小段线头 预留的线头长度最好可以穿针来 缠线头 最后将线头用针穿好之后 缠在植物背面的纹粒中就好了 接下来进行花瓣部分的勾支 花瓣部分我们需要先在线上预先穿好米珠 用中间开口的穿珠针 将米珠穿在线上 接着同样是采用环形起针法 绕线两圈 在左手上挂好线 起针完成后 同样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勾短针 注意 第一次绕线拉出之后 先不完成它 先推一颗米珠 到勾针的后反 勾针 跳过这个米珠 绕线拉出 完成短针的同时 固定一颗米珠 花瓣的第一圈 一共四个短针 全部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完成 也就是第一圈固定了四颗米珠 这里第一圈完成之后 按照同样的方法 收线圈 收好线圈之后 勾针重新挂好线 我们从上方看一下 一共有四个针目 找不到第一个可以从勾针往回数 接着找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的朝外的一根辫子 可以将起针的线头放在勾针上方 勾一个引拔针 结束第一圈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在同一个位置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的一根辫子上 开始勾短针 勾的同时 同样固定一颗米珠 花蕾部分 从第二圈开始 每一针都是勾在外侧的一根辫子上 而且每一针都要固定一颗米珠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上 再勾一个短针 相当于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 是在第一圈的每一个短针的一根辫子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第二圈完成后一共是八针 之后的第三圈 也按照同样的方法 边勾边固定米珠 不需要加减针 也就是同样是完成八个 不加不减的短针就可以了 注意大花的花蕾 根据图解 第三圈仍然需要加针 是隔一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第四圈也同样不需要加减针 大家按照图解 自行完成 这里已经完成了小花蕾的最后一针 勾一个锁针固定 预留15公分左右的线头 断线 接着我们可以将 起针时的线头 从外侧 拉到内侧 接着将多余的线头剪断 只剪断起针的线头 预留的 结束时的线头 要用来分合 接着进行花蕾部分的分合 将线头穿好针之后 在花瓣上找到位置 尽量不穿过纸片 在花瓣的部分 穿一针 接着在花蕾的部分 也分一针 这样一针对应一针的 将花尾分合好就可以了 全部粉好之后 我们可以先将花朵的部分 按照涂上所示的方法 固定好 接着用河水 1比1稀释后的定型液 涂抹上 待它自然晾干 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花蕾的图介 同样是环形起针法 第一圈五个短针 第二圈五个短针加针 这两个部分 相信大家可以自行完成 接下来主要演示第三圈 先勾四个锁针 接着在第三个锁针上 挑起一根垫子 注意看勾针往回数的第二个锁针 挑一根辫子 勾引拔针 落线直接拉出 在下一个锁针上 挑一根辫子勾短针 在最后一个锁针上 勾中长针 接着跳过第二圈的下一个短针 针目 在 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 接着再勾四个锁针 重复刚才第一个花的部分 也就是 先一个引拔针 然后一个短针 再一个中长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完成六组 只需要注意最后一组 最后一个中长针完成后 引拔的位置是在 起针时的位置 结束之后 注意要预留15公分左右 长度的线头 用于和花朵连接 这是已经定型完成的花朵部分 接下来进行花二的分合 注意这是花二的正面 我们要用反面来对着花朵的背面 跟花蕾的分合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在花朵部分穿一针 注意调整好位置 这样来回分合好就可以了 全部分好之后 我们来固定耳钉 将耳钉 头部 涂上胶水 接着将耳钉 中间带针的部分 从花二的中心点插入 按压一会儿 等胶水干透之后 就固定好了 接着我们进行 项圈部分的制作 这里采用锁针起针法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将钩针放在线的后方 落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再次落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七个锁针 接着在第一个锁针的 一根辫子上 勾长针 勾针绕线 调起 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针 接着再勾四个锁针 翻转直片 找到一开始 七个锁针的第六个锁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长针的针目 挽回是第七个锁针的辫子 这里是第六个锁针的辫子 我们要在第六个锁针的 两根辫子上 再勾一个长针 注意调两根辫子勾 接着再勾四个锁针 翻转直片 调刚才四个锁针的第三个锁针的两根辫子 勾长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重复 勾四个锁针 接着在上一个四锁针的第三个锁针的两根辫子上勾长针 重复完成到29公分左右长度或者依个人喜好调整 全部完成后同样需要用定位珠针固定好形状 用定型液定型 之后将大花直接缝合在项圈上 将项圈的两端安装上马甲扣以及延长链 就可以了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就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我们吧